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有关热的量测的一些观念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物质呢 它吸收热量以后 它会产生这个向的变化 比如说冰变成水 水变成水蒸气 这是属于向的变化 或者是温度的变化 比如说水温呢 吸收热量以后有20度呢 上升到30度 那它到底在这个吸收热量的过程当中 它到底吸收了多少的热量 我们怎么知道 或者它温度下降以后呢 它到底释放出多少的热量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单元的介绍呢 来了解到底它的放出 释出或者是吸收的量 到底它的量值怎么样子来计算的 那物理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呢 造成它这个热量的 这个吸收或者是释放的话呢 它控制因素有三个 一个是质量 它原本的是原始的质量 原始的质量如果越多的时候 它温度要上升到达同样的温度的时候 它所吸收的热量当然就必须要越多 所以跟它原始的质量是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控制因素呢 就是它本身的比热 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 就是比热越大的东西呢 它温度要越上升 要上升的话越困难的 因为它要吸收很多的热量 那第三个是它所上升的温度 所以这三个因素呢 都会影响到它所吸收的热量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立体 好我们假设有一个铁块 这个铁块呢 它本来的温度是零度 那它的本来的质量是100公克的 这样的一个铁块 那铁的比热呢是0.1 我现在把它上升到100度C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吸收多少的热量 我们就利用刚刚的那个公式呢 来计算 所以它必须要吸收的热量呢 就是 它的质量100公克 乘上它的比热0.1 那它所上升的温度呢是100 就是它必须要所吸收的热量 就是达到1100卡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1100卡的热量呢 能够使得100公克的水 同样是100公克 但是它的比热是1 那温度呢 从20度C它能够上升到几度C 那假设这个热量呢 完全被这些水所吸收掉的话 那这个它所上升的温度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呢 来计算 就是用100 乘上它的比热 再乘上它所上升的温度 那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呢 它所上升的温度呢是 11度 11度呢 那所以它所最后上升的温度呢 就是用11度 因为它本来的温度是20度 所以它最后达到的温度呢 可以达到31度的水温 那有关这个热的量测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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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